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又添一部大女主戏,合作的男主让人期待,忍不住想要追剧。 有这么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因为某位演员出现在剧本中, 从而引起大家注意,或者熬夜也要追。 这么优秀的演员,说明他的演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关于杨子,塑造出来的人物,总会把观众拖入到剧情。 关于他又添了一部大女主戏陈湘仲华,合作的男主角, 让人有所期待,忍不住想要追看作品了。 各种话题层出不穷,多次进入热搜,可见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度是相当高的。 一部作品可以让你领略到,一位演员或者多位演员的实力有多么雄厚。 只要他们出场,作品很快进入热搜,或者在热度榜的前几位, 呈现出来的数据,让人刮目相看,比如说开播几集就达到几亿播放量。 杨子面对各种复杂角色,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 很快领悟出人物的精髓,把它刻画在荧幕上, 从而让观众感受到剧情的波澜起伏。 演员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不能把观众带入到剧情中。 不得不说,有些演员厉害之处,在于他表现出来的人物,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总能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情绪变化, 能够与他们产生互动,从而把剧情推向高潮, 让作品带来更多可喜成绩。 杨子也在挑战更多高难度作品, 关于他又添了一部大女主戏陈湘仲华, 各个方面的消息层出不穷。 当然合作演员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之间互动, 能够将观众带入到什么样的境界,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杨子被认为非常有灵性的演员,非常可爱, 无论在什么样的角色中,总能够塑造出一个相当完美的人物。 他参与了非常丰富的古装剧,领略过他的演技, 总会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就好像从原著中走出来的,几乎是没有任何差距。 在他刚出道时,就给观众带来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家庭剧, 至今在我的脑海中历历在目, 相信你的脑海中,也会拥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你能说出这部作品吗? 任何一部作品,无论多么复杂, 仅仅靠一位演员或者几位演员, 很难将剧情完全呈现在观众眼前, 他们是一个整体,需要更多优秀演员。 即便一些配角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他们能够为作品带来更多惊喜。 陈湘仲华剧组为了塑造更多热度, 透露出了更多详细情况, 比如说男主角, 他的实力确实让人期待, 而且还是老搭档, 他就是诚意。 在众人眼中, 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相当有实力的艺人。 陈湘在古装剧中还是相当讨人喜欢的, 塑造出的人被夸赞为古装男神。 他因为一部仙侠剧让他的事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进入到飞速发展阶段。 随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资源, 可谓是层出不穷, 与他合作的演员层次, 扩充了好几倍, 有老戏骨, 有顶流, 有资深派, 真的让人眼花缭乱, 这就是实力。 关于他与老搭档再次合作一部古装剧, 在你心中呈现出许多遐想空间。 一般来说, 你认可的演员参与了一部好的题材, 导演也是实力派, 幕后制作团队相当优秀, 各个方面总能够让你有所期待, 让你满意。 那么, 这部作品能够产生出一部什么样的成绩? 其实, 答案非常清楚。 关于杨紫又添了一部大女主戏, 合作男主角足够让你有所期待, 心中已经产生了许多遐想, 忍不住想要追看此部作品。 当你得知道这一系列情况, 你的期待是什么, 一定要将你的心里话说出来, 我可是等着你的答案呃。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